回到小院的第二天早上 姑妈想着我们没有吃的 赶着做了一大锅油条断过来 老公和儿子都好这口 姑妈说一点都不费事 一会儿就能做好一大锅 吃完饭赶紧收拾打扫一下屋子 下午舍不得分开的闺蜜们 又粘到成都来继续去 我家肯定是最大据点之一 现在这里是三只猫咪的天下 两三天不打扫 毛毛已经占据了各个角落 所以家里各种吸尘器都要背着 健身也是要抓紧一切碎片时间进行的 在乐山美食府连吃了三天 胃都闹意减了 赶紧健身加喝茶 挂挂油去去吃吧 有运动习惯的人都知道 几天不动浑身难受的滋味 就有点像四川人 几天不吃辣的 走生都不对头 有把他砍这么小啊 对 你觉得太乱了吗 这块啊 老公抓紧时间 修剪他觉得长大了的 盖眼的腊梅 运动完冲个澡 潮湿粘腻的气息全部洗去 就待在空调房里 茶好花 备好水果和茶 只等朋友们到来了 在趁着他们来之前的间隙 利用碎片时间写写文案 剪剪视频 潮湿的天安户外的小院就派不上用场了 再美大家也只能都挤在这一方小小的空调茶室里 喝茶聊天倒是足够 看一下我们家这个厨娘 三杯 说好了 三杯 她嘴打开了脸 打开了吗 我想他们也没来 我们吃两个吗 给他们留两个吗 我们可能吃一个就够 不是说 他们是长话都说等着他们来了在那个 还想到 那要不要那两个碎片 碎两个碎片 我打开这 网红苍蝇馆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但到了吃饭时间 孩子们一起吃饭就有点困难了 妈妈们都是要牺牲精神的 让孩子们先吃一场 等他们都吃完走了 清理战场 剩下第二轮我们才来 这种天气再有大厨也不能用 简化两室 全部用外卖打包的美食代替 虽然都是外卖 但四川的美食美味 丝毫不会因为打包就逊色 网红麻辣烫 网红苍蝇馆子的美味 配上我们的红酒啤酒一样可以 关键是大家都说 吃什么不重要 和谁一起吃才是最重要的 一群姐妹在一起 你多久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就算是一起八卦牙间 也是我们的快乐圆圈呀 你要问人生怎样才算完美 想起那句话 还是有尽头 月亮有圆缺 人间有不足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珍惜当下才是永远的最优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珍惜的月光 把梦照亮 今生后到身旁 也� Life 这帮很快乐 嗯 和得